四个春天 陆庆易 速写 在回乡路上工作途中 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面孔 有的记住了 有的没记住或没注意到 我知道自己就活在这些陌生的面孔中 于他们来说 我也是个陌生人 虽然只是前面博园 他们也对我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哪怕仅仅让我感觉到人事的丰富和有趣 公交车上的老太太 有火车站始发的公交车上 一个瘦小的老太太 花了很大力气迈上车厢台阶 扶住门边的栏杆 再问司机一些简单的可笑的问题 他七八十岁 头发花白稀疏 穿着旧式的鞋巾蓝不一 手主一根墨竹烤成的细拐杖 腰背驮成快九十度 好在他瘦得有如蜡肉 精神看来也颇绝硕 否则真担心会从中间折断 司机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还是回答了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扛着大包小包的乘客被他堵在门口 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不耐烦地嚷道 你要去哪里吗 别堵在门口了 老太太一边抱歉地陪笑 一边继续问司机 后面的人只好无奈地从后门上车 老太太问完还是满脸疑惑 盘山着往车厢后不走 我起身让座 他没懂我的意思 一边陪笑 一边瞪着眼睛惊恐地看着我 解释了两遍 他才大致明白 可还是不敢相信天下还有这等事 诚惶诚恐不敢坐下 旁边有人打去道 老太 你要是不坐 我就坐了哦 车上乘客一阵哄笑 司机按了两下喇叭 示意要开车了 我怕他摔倒 硬是按到了座位上 老太太怯怯地闪我一眼 赶紧看向窗外 眼神里充满了意外的喜悦 我低头看着他 沟壑纵横的面容 暗暗揣夺他的身世 他应该是从未出过远门的山中老人 小小县城就已让他倍感光怪陆离 窗外划过五颜六色的房子和廉价广告 他上下打量 不时回头多看一眼 仿佛是一次旅行 听口音 他家应该位于独山和马尾之间天南一带 没有儿女辈的人来接他 也没带随身包袱 不像是去拜年 或许这次是来吃远亲酒席的 他束腰的布袋里 也许会藏着一个手绢叠成的包 里面折有一些皱皱巴巴的纸币 而孙在外 在家他是主要劳力 否则不会有这么好的精神头 老太太枯黑的双手紧紧握住杖头 那是他眼下唯一的依靠 拥挤在人堆里 他没有丝毫不耐烦和不悦 脸上的笑意柔和自然 流露出与人为善的特质 偶尔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转头看看车厢内 又欠欠身 探头看司机 大概是怕坐过站 一抬头看到我正在看他 眼角一弯 深深笑了一下 又马上转头朝向窗外 神情里有感激 也有对陌生人的忐忑和疑虑 这种眼神让我有种悲凉与温暖交织的复杂感受 地铁口的老人 工作关系 我每周都会到刘佳瑶坐地铁 上午从东南口进 晚上从西北口出 每次出站都能看到一位素衣老者 鞋以栏杆望着上升的扶梯 他灰发长眉 眼无微线 眼睛有神却毫无锋芒 脸上一点似有似无的笑意 在川流不息的人流间显得出奇的安静 他是个收空瓶子的老人 总是手拿一只空瓶 物极不徐地轻拍右腿 浮躺在脚边的袋子稍显饥饿 鼓突出里面瓶子的轮廓 第一次见到老人是在一个春天 我随伏梯慢慢往地面爬升 他一点点地浮现出来 衣装简朴洁净 等看得全了 我不禁一愣 那神情真像我的父亲 儒雅清渠 有种与世无争的平和 我站到一旁 让过身后的人群 掏出包里的半瓶水 大口喝完 把瓶子递给他 他轻笑着 说 谢谢 离开时 余光看到他在目送我 又一周 我从地铁站出来时 老人还是那样 静静斜倚着栏杆 我摸了摸背包 没有水平 月代歉意地快步走了 第三周 我把留了一整天的 四五个空瓶子都给了他 才满心欢喜地离开 上了天桥忍不住回头看 地铁站外的广场上 很多人在跳集体舞 喇叭震天响 暮色也一点点地吞没城市的轮廓 在灯火人海中 老人显得那么渺小 我抽了根烟看了一会儿 看到橘红的天际淡淡下来 才整顿好心情 往公交车站走去 此后每周的那一天 我都会把喝完的瓶子收集起来 若没有就在进站前买一瓶水 出站时正好可以把瓶子给烫 老人应该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 对每个给他瓶子的人抱以微笑 我想他是不会记得我的 但每次把瓶子递给他时 心里都能收获一种安宁 因为他儒雅的质地 我曾猜想他是退休的教师 为什么会来这里收瓶子 是生活所迫 或者是找点事做 也许有一天我会鼓起勇气 去解开这个谜 入冬以来 他的衣装厚了 但神情依旧 我越来越想去了解他的故事 下雪的那天 这个愿望差点实现 但在我刚要张口相问时 旁人递给他一个瓶子 我欲言又止 便顺着人群走出去了 自从那之后 我就再没见过他 在地铁里 我会习惯性地买瓶水 想着如果能看到老人 一定要问问他 以前是做什么的 还想给他拍张照片 但老人一直没再出现 准备好的瓶子 也只能扔进垃圾桶 等车的人 有一阵子 我每周都要坐车去天津 和司机约在花家的西里公交站见面 约好八点 我总是七点半就到了 站在人行道的槐树底下 晴天遮阳 雨天挡雨 有时会打开手机 或者拿本口带书 打发时间 每天七点四十五左右 总有个虎头虎脑的小伙 急匆匆地从南边赶来 大步流星冲到树下 猛然停住 像踩了急刹车一样 他的嘴像含了一块化不开的糖 圆嘟嘟的上下嘴唇幅度很大的扎把着 一拧腰 背上的单肩包就甩到了身前 他从包里翻出烟和火机 顾盼自雄地点燃 深深吸一口 直一口 烟头至少黑了一厘米 长长地朝天吐一口 再使劲一拧腰 包又回到了背上 注意到他 是因为他所有动作都仿佛上紧了发条 一顿一顿的 没有任何过度 比汤姆和杰瑞更像动画片 他抽烟的速度之快 力度之大 每一口都是深呼吸 眼看着烟头红了又黑下去 三四口就烧到了过滤嘴 啪一声被他弹到了花丛里 即便如此 他还能让嘴巴抽出空来 默默念叨 最初我以为他在练习疯狂英语 但看力度和语速又很像在模仿某位以语速见长的主持人 同时不停地左顾右盼 神色如灵大敌 就像有人立在面前跟他激烈地辩论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 凑近听了听 却听不到一点声音 见他伸长脖子 探出脑袋 从挤挤的人头缝隙中打望公交车驶来的方向 我以为他很着急 但当他等的那路车闷哼着停下来时 他却只是慢悠悠地跟在潮水般的人群后面 东张西望 四月的一天 到约定时间了 司机还没来接 正是堵车的时间 急刹车声喇叭声响成一片 传递着堵在路上的焦虑 头夜尚未扑完的雨 稀稀拉拉 没精打采地飘在天上 落在肩膀上 感觉不到丝毫寒意 等车的男男女女撑着伞 站台站不下了 便拥堵到自行车道 自行车道满了 就挤到人行道 没有带伞的人缩着脖子 钻着空躲在槐树下 把包举在头顶遮雨 人行道外侧 有一个卖早点的简易小卖铺 电饭包里冒出腾腾热气 铺子前伸出两尺长的棚子 几个避雨的人挤在下面 堵住了门脸 里面传来老板的声音 让让A 让让A 还卖东西呢 他们心征性地闪一闪后 又站了回去 公交车远远开过来 人群一红 挤上了站台 撑伞的手举得高高的 有的来不及收伞 急得跳脚 有的踏进了路边的积水 忍不住骂了脏话 下车的 上车的 一团乱麻 人行道一下便空了 事业间滚下水珠 巴打巴打滴在地面的水洼中 冒出一个一个小水泡 横着飘一会儿 爆开了 马路上 车越来越缓 公交车大概被堵在后面 迟迟不来 人又聚成了裙 一个接一个打着哈欠 点着脚尖 也看不到公交车的影子 时间向早高峰进发 人行道上花花绿绿的伞 又高高低低地叠在一起 身边一米处站着一个女孩 不知道是因为长相还是表情 有点林黛玉的样子 穿着倒是很跟潮流 她不时拿黑屏的手机当镜子 整理额前乱发 放下手机 平促远望 叹叹气 眼神又落到了地上 过一会儿 又拿起手机 对着讲了几句话 讲完眼帘又垂了下去 女孩双手握着手机 垂在身前 楚楚可怜的样子 很招露人的目光 她似乎并不在意 他人的注目 散漫地看了看四周 目光碰到我的时候 我没有避开 她却迅速闪开了 过了一会儿 又朝我这边看了看 突然人潮涌动起来 车来了 女孩没有打伞 也没有用手挡着头顶 慢慢跟在人潮后面 不一会儿就被吞没进了车厢 两周后 又遇到了她 女孩不徐不及 从花家的小区里出来 突然看到我 停住了 找了隔着 一段距离的地方站定 还是忧郁的表情 我想 是不是因我探看的目光 使别人感到困扰 不只是她 还有其他被我观察的人 于是我自觉走到人行道 和车站保持一段距离 后来 我和司机说 下次你再往前开一点 我在那里等你 等车的陌生人 被焦虑射走了注意力 嘈杂 慌乱互相渲染 让人身不由己地加入 这出日复一日的戏剧 或许因为我知道自己等的车 总会在某个时刻到达 才可以从容地 以旁观者的心态 站在其间 赶紧